字幕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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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釣魚怕的查米 那這次很開心 因為一個的機緣巧合之下 我來到了花蓮受風鄉的鯉魚海 那這次想體驗一些不同的釣魚方式 那這邊可以踩一下鴨船 背跳魚 所以等一下就要來試試看 而且聽說這邊有 珍珠十番是聽說蠻多的啦 那還有一些歐漁啊 古代啊 台雅啊 雖然我知道不是正記啦 也不是正起 但是呢 手癢嘛 不然台北天天下雨 誰受得了 OK 那就這樣 來走 衝刺 OK 努力的衝刺 而且我今天租的是 電動船 看到沒有 完全不用踩 特地請了一個朋友來幫我 當我的電動法力 很特別啊 那人家說鯉魚潭嘛 那鯉魚潭 其實這一邊的話 隔壁他們說這邊有個叫做鯉魚山 然後呢正所謂 鯉魚山上有鯉魚 鯉魚潭 鯉水中有 是這邊的鯉魚 那鯉魚潭目名出來的話 應該是說 它的本身整個潭 它會像是鯉魚 然後跳躍的形狀 那我剛剛 因為我現在人在潭嶺 那我也看不太清楚 那我等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Google Google它的鯉魚 其實是有一點 有點肥啊 對 如果想知道 裝備訊息的話 那這邊的話 我就會放在 以下資訊欄 我會放幾下資訊欄 底下 小心喔 你幫我靠邊 靠邊 然後我 對對對 我直接上去 然後在那邊 之後我會全部給它抖一抖 現在來到一個休憩處 那我是覺得 打一些潛攤的結構來試試看 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些潛攤的結構 然後給它跳底試試看 OK 那現在的話 我用的是 之前 在 台中康橋的時候 阿茂老師教給我的 這個 MegaBus的小T鮪魚 然後再配上 我這邊是配上一斜鈴啊 因為珍珠池斑嘴巴大 但是我還是想說 最好是能讓它一口吸進去 那這種 這個最好的好處就是 可以打障礙 然後我也可以 不怕掛 對 然後大家就來試試看 那目標的話 通常要貼邊打進去 這是最好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石頭 這邊有一個 兩個 三個 這三個都是我覺得還不錯的標點 那我就會沿著邊邊打進去這樣 這樣 喔 喔 大家看到沒有 這個位置就很好 那它玩的是一個freefall 讓它自然落下 然後我們就輕輕抖 輕輕抖 慢慢收慢慢收慢慢抖 慢慢來吃 那因為是殘垢原因 所以大家不用怕就是掛點 那通常的話我會收到就是我跟對岸的距離半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收起來 不用浪費太多時間 因為 我們畢竟 時間為主啊 時間就是勤儉啊 time is money 第三顆也可以 那個位置也可以 其實貼邊 貼邊自然落下 魚的警戒性會比較低 各位 有機會 有機會 OK Nice fish OK 各位 釣魚 這樣 是不好 各位 這邊的話我是用無牽釣的 可是 Siri好像說 這樣子不好 那也是推薦給各位 OK 那等一下再看一下 還有什麼 OK 放森啦 OK 弄了一個早上 其實 大家可能看我穿短袖 其實現在是冬天 真的 搞了一整天 那下午天氣可能會變差 那其實我有買早餐 然後可能就是 把早餐吃一吃 午餐吃一吃 然後下午 再來測試看 各位 鄉親啦 我跟你講 真的我跟你講 豆漿紅茶我喝過 然後混漿嘛 米漿加豆漿 這個我也喝過 可是今天在這個花蓮地區的時候 就經過早餐店 看到一個 非常不全場的東西 它叫做 南瓜豆漿 那其實我 本身對南瓜其實 沒有到很愛啊 因為我覺得味道很濃 那豆漿其實我是喜歡的 好喝 只是 我還是再次強調 是我不喜歡南瓜 不吃南瓜不喜歡我 我休息這邊 好 那下午的時候 真的 可能真的不太醒啊 那現在的話 其實雨已經開始慢慢的下起毛包雨 真的下雨了 然後 冬天 石斑確實真的不好釣 那剛剛有問過 這邊在 說這邊的話 主要釣石斑魚 大哥你公幾月到幾月 五月份到十月份 五月份到十月份啊 九月了 到九月份 所以呢 如果想要嘗試不同的城市 釣遊的話 真的 來花蓮 踩鴨鴨船 記得 五月份到 九月份 這段時間 珍珠石斑等著各位 OK 那就這樣囉 掰 有了有了 終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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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終於終於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喔 謝謝